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跨越人生的限制 在嘉义 有一间戴德森基督教医院 现今的院长 姚威仁院长 负责带领全院三千多人的团队 没想到上任不到两个月 医院的工会却上街表达诉求 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姚院长便向上帝祷告 并且反省自己 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于是他开始和员工对话 经历了好几次的团体协商后 终于与员工签署了团体协约 成为了台湾医疗产业 也有史以来劳资双赢的重大事件之一 姚威仁院长让劳资双方 从过去的对立 到现在的互相监督合作 让人早时看见他的领导能力 也让人不免好奇 他怎么有办法将这样的困难迎刃而解呢 原来姚院长在事件爆发时 选择寻求上帝的话 而上帝圣经中一段的经文 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就是行公义 好怜悯 纯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句经文让他开始思考 院方有没有亏待员工 自己有没有同理员工 让双方能在平等的地位上来说话 而当他遵行上帝的教导去倾听员工时 也把这些困难化解掉了 姚院长回首这一路走来 发现原来都是上帝在带领 像是大学 他根本不想选择医学系 当时是在家人的坚持下 他心不甘 请不愿地去读 而当院方问他 愿不愿意接手院长时 他原本也有所迟疑 但上帝透过圣经告诉他 不要惧怕 所以他就选择相信 回应上帝的邀请 如今才成就这么美好的事 亲爱的朋友 上帝的带领 常常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但圣经中有一段话说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连人的心里都没有想过的 当我们选择上帝要我们走的路 无论遇到再大的挑战或困难 上帝都会赐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可以胜过 因为上帝的心意 是要我们卓越超群 他已经把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 而关键就在我们愿不愿意突破自我的限制 跨越到下一个更新的阶段 今天或许你也正面临一些挑战 但现在是你跨越的时候 当你选择信靠上帝 上帝比使你可以做更大的事 并且带领你迈向人生更高的里程碑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